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现在是不是就请读法局先做回应 照正常的程序 假设这个开发要进行的时候 怎么算都是一年半到两年以后 但是师父其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科学 就是上次各位提到有关这个断层的事情 我们有正式发函 经济部中央地层地质调查所 他的回函 刚才简报有 但我想观点给你听 他就说 本所现阶段在台北市新医区内 尚未发现断层 好 我现在要说的是 如果他有断层 应不应该在这里做开发 答案是百分之一万不应该 好 从另外一个观点 捷运局将有捷运路过这里 那捷运局要不要很谨慎 那当然要 都发局 社会局 未来要开发 在这里要不要谨慎 当然要谨慎 因为这是科学 所以我做第一个承诺 不要等到真正预算到位 大家都同意了 才做造程序的地质专探 是否会先行做地质专探 为什么呢 其实 还评没有要求 可是我们要经过还评 所以第一个要地质专探 所以退一万步想 如果经由地质专探 判断这里不应该有建筑开发 那答案是什么 我们的答案都一样 不应该建筑开发 先做一个最基本的科学的回应 第二个 的确 刚才我是有露出 微笑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 就像我讲的 其实真的 我在这个过去五个月来 我学了很多 其实这其中还包括 共同一起来达到一个多数诀 在很多地方 有一点我非常有信心 就是我跟我的师父同事们 不是来做不好的事情 我们的出发点 真的想要来做好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好 跟你们的好 是不是一个多数诀 我们在学习中 所以呢 今天其实 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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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那不是我们今天要回应的 我们还要再辩证 其实刚才出的时候 我马上就想做一件事情 当它回到 就是当它回到 就是当它回到 容积率 在降低的时候 这个量低长什么样子 另外各位其实也知道 都更条例在捷运站周围 在捷运站周围 500公尺内 它是可以增加容积的 所以各位刚才说 那你是三四七 我也要三四七 其实那基本出发点是这样子 可是另一个的承诺不是今天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刚才的简报 只要各位说过的 我们都会文字化做分析 比如说曾经有人说 那你小学在哪里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 就说现在未来这附近的三个小学 还高于教育局的值 当然今天 这绝对就是说我们会面对问题 而且事实上很多问题 也许你今天还没发现 我今天也还没发现 所以我整个的 很快做第一轮的回应 另外 只要列册的树 我们就保留 所以为什么这建筑物有这个行 第二个各位也知道 在福德平宅 现在中间的树 我们也都留下来了 另外也是因应大家的建议 所以在真正开发案 还没进行之前 这北边的六栋建筑物 我们会留下一栋 所有的树会留下来 然后会做简易的绿化工程 我先很快的再做一个回应 我们进到第六位 谢谢 谢谢 那一号六号 比赛